您好,欢迎收看Bank 4.0线上论坛第三讲 主题是打造、描述及IT架构 我是IBM硬体系统部陈孝伦 我在IBM负责是金融机构的硬体系统平台 自从2013年开始Bank 3.0冲击了银行业之后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之内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银行由于数位化的服务 来提升了客户的用户体验成功的案例 在这个过程之中,为了要因应客户数位化的需求 我们也不断地调整我们自己的产品线 来因应客户在不同的新的业务负载上面的需求 在此,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在Bank 4.0的时代如何打造秒速级的IT架构 在Bank 4.0的时代里面 我们把所有业务范畴区分为三大维度 分别是System of Record, System of Engagement 跟System of Insight 为了要支撑这前端业务的变革 在底层的Infrastructure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随之调整 才能够因应所有Non-Functional的Requirements 第一个部分在System of Record的部分 在Bank 4.0我们强调的是 具有高安全以及稳定的核心平台 才能够真正去支持核心数据 以及核心系统的稳定性 那也因为核心数据它强调了高一致性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认为集中化的主机系统 才能够真正满足客户的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全球 前百大的银行里面 还是有92家使用IBN的主机系统 来去营运它的核心系统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之中 IBN也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的特殊引擎 以因应前端新种业务不同的业务负载 同时去下降客户在微运核心系统的营运成本 所以在System of Record的部分 IBN提供给客户的是一个具高度安全稳定 而且同时可以符合高可用双火的方案的核心现代化平台 第二部分我们讲到的是System of Engagement Bank 4.0的关键要素在融入客户的生活情境之中 提供无所不在的金融服务 所以未来新种业务的开发模式都会逐渐转向微服务的开发 所以我们在底层也必须要去支援这种快速敏捷的部件模式 IBN在System of Engagement的部分 提供给客户具安全稳定 同时可以支援微服务开发容器化的云服务平台 最后我们看到System of Insight Bank 4.0最关键的成功因素在于如何将智能化的分析结果 应用在前端不同的应用场景之内 在此前提之下 如何将大量的语音影像的非结构化数据 快速且及时的分析变成至关重要 所以在System of Insight部分 IBN提供目前与全球最快超级电脑SAMI 所使用相同的平台架构出来的AI演算平台 所以这三个平台之间 我们都是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稳定互联互通的方式 进行应用系统以及资料的沟通 所以以下我将针对这三个平台的成功关键因素 跟大家做个说明 在核心现代化平台上面 IBN有三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发挥硬体的优势 逐渐地去优化上面的业务负载 主机的安全性跟稳定性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IBN不断地去研发新形态的特殊引擎 譬如说ZIIP专门就是运行Java或者是DB2所开发的程式 又或者是我们针对Linux作业平台 所推出的一体机Linux One 都是为了要协助客户将现在既有在核心系统上面的业务 进行分流的动作 以降低它的营运成本 第二个我们建议客户把核心的服务都API化 我们透过不改程式的方式利用主机的软体 就可以很安全且轻易地把现在核心系统上面的这些服务 进行API化 更灵活且方便地供前端的不同的通路做间接跟使用 第三个我们建议客户打造出两地两中心双活的基础架构 才可以真正地去做到7×24×365天服务不中断的业务需求 也才真正能够去应应到Bank 4.0所说提供客户无所不在金融服务的目标 IBM的云服务平台满足了开放弹性且具扩展性的特点 企业内部所使用到的应用服务部分 不再局限于过去自行开发的这些应用服务 更多的使用这些云服务厂商所提供的资料以及资源的部分 所以企业已经转向是一个多云的架构 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打造出一个多云的管控平台 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IBM透过IBM的ICP Cloud Private的私有云架构的软件 再加上IBM的硬体的架构提供给客户一个全新的云服务平台 第一个ICP是基于OpenStack所开发出来 可以符合Ice、PaaS或是SaaS的云服务平台 所以它可以更快速地跟外面的云服务厂商做一个接接以及沟通 第二个在未来的云服务平台的架构之下 所有的资源都可以被有效地控管 所以在面对譬如说双11这种爆量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更加的快速地去将资源做一个快速的部署 为了满足前端新形态的微服务开发的模式 IBM的云服务平台 可以将现在的微服务容器化更快速地去部署 以符合金融创新的需求 IBM的AI演算平台不是只是提供一台机器 我们提供给客户的是在AI训练的过程之中所需要的IT的所有的资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完整的纵向的支援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AI训练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如何去缩短它的学习时间 第二件事情如何提升AI所训练出来结果的精准度 所以我们从底层的Power AI的机器 使用到CPU跟GPU之间最快速的NV-Link的技术 可以大幅地去缩短客户在深度学习所需要的时间 而上面所运用到的AI生命周期管理的工具 则可以协助客户在训练过程之中 更快地去找到这不同的参数里面 如何去真正去调优 以达到最后AI所分析出来结果的精准率 第二个我们提供给客户在纵向部分的行业支援 IBM在金融行业已经生根许久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给客户从银行保险到证券 不同的产业应用案例 协助客户更快地去发想AI的应用场景 最后我们也考量到系统的扩充性 虽然现在银行只是用单一的AI机器进行训练 但未来当要扩展到整个集团AI化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支援也可以随之弹性的扩充以及部署 以满足在集团内部AI化的需求 最后在Bank 4.0的时代 我们期许与银行一起针对业务创新 以及基础架构的部分实践新的思维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认识 很多事情 感谢观看 大家 或许多 节目